日本AV天后 三上优雅拥有甜美外形及丰满的性感身材 没想到出道八年的她十三日突然抛震撼但宣布从AV界隐退 我三上优雅拥有甜美外形及丰满的性感身材 我三上优雅拥有甜美外形及丰满的性感身材 約8年間続けましたね 引退理由につきましては30歳までは続けるっていう風に決めてて いろんなインタビューでも引退について聞かれた時は 30歳まではやり切りますっていう風に答えてたんですよ だから私のファンの方たちは今年引退するのかど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は 気になって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でもやっぱり自分の決めたことだったので ここで引っ張りと区切りをつけたいなという風に思いました 而他表示引退的原因是本来拍AV就想拍到30歲 不过AV達人一見幻春秋 在成人网站上爆料 三上优雅說要以30歲為分水嶺卸下AV女優不是推託之詞 但她是AV女優的頂中之鼎耶 嶺的片酬可不是放掉也不會痛的 以她目前的銷售成績要再打個兩年我想不是問題 為什麼仍然決定引退答案在影片中 三上优雅有說了 因為拍AV太辛苦了近來已經讓她產生嚴重的厭戰情緒 所以二月一口氣拍了三支作品對她是很嚴重的消耗 不只身體不舒服 連帶的也讓去拍素材的廠商受害拍不到好東西 一見幻春秋進一步指出 拍AV和拍血針完全不同 AV必須一大早出門 在一到兩天的時間內把120到180分鐘的片子拍完 就算三上很大牌可以稍微晚點到再花兩個小時化妝儲備體力 但實際上拍AV就是件很累很累的事 所以看到帥哥經紀人老在拍她不眠 雖然好玩但我也很清楚的知道 拍AV就真的不輕鬆啊 於是這幾年辛苦下來 三上优雅開始思索引退的可能 只是這和當初發掘她的經紀人青木亮希望她做到2025年再退休 雙方對於引退的時間沒有共識 注定雙方必須走上分手意圖